好 學姐說要讓它繼續攪 對 你攪了之後 你用那個湯匙的底部 然後去碰到底 然後去開始這樣掛 看有沒有塵在下面的 這個我懂 這我常燒焦 我知道 然後攪完的時候記得要 就是你同樣這樣轉的時候 它中間會有一個漩渦下去 對 那我們不要讓它有漩渦 就讓它這樣 回來讓它撈斷 所以適當的攪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要煮多久 依專家的經驗要煮多久 因為現在來測試 看它等一下滾的時間多久 然後這個時間要記錄下來 就是下一次 你可能蓋子蓋起來 比如說兩三分鐘 你打開看一次就好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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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到時候筆記我們就寫進去 這是我們實戰經驗 那其實我沒有概念 我今天最重要的是 看到什麼你知道嗎 看到就是它瀝乾之後 它的濕重是多少 我要抓那個比例 它的乾重是500 它上面有想要大火滾多久嗎 我看一下 大火滾5分鐘 那就5分鐘 大火滾多久 大火滾 其實它現在還沒滾 滾了 它現在滾 它的珍珠都浮起來了 OK OK 這叫大滾 就是先滾再放珍珠 煎腳 腳完再大滾 然後半開蓋 對 但它建議是要半開 對 好 它沒有計時 看一下 然後再進去 走